美國衛生部長Azar率團訪臺 十一號與外交部長吳釗燮展開會談 針對臺美防疫合作及我國參與 國際衛生事務交換意見 吳釗燮表示Azar致次來訪正式時機 吳釗燮說對抗國際疫情無法孤軍奮戰 儘管在疫情期間捐贈他國物資 還得避免中國從旁干預 仍不畏讓全世界知道透過民主機制 與透明部署可以有效對抗病毒 Azar也在會談中再次力挺臺灣加入 全球防疫體系 Azar指出二零一八年美國爆發伊波拉疫情 臺灣有意捐助一百萬美元 卻因臺灣地位的政治爭論 讓捐款胎死腹中 不希望類似政治操作讓全球防疫出現破口 而這場臺美雙邊在1979年斷交後的歷史性會談 渴望讓臺美關係更上一層樓 遠視新聞 朱古迪布羅萬台北市採訪報導